大家好,我是茶米 今天又是很忙碌的一天 这个下雨的天气啊 很好睡觉,所以说呢 我又起的晚了,你想呢 5点20就已经起来了 走了,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四周间要走一时看门 走一时看门 这是早晨7点多钟的102高速 从这种交通流量来说 其实加拿大的 也是蛮兴奋的 双边都是比较繁忙的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林业加工厂 所以说呢 很多木材的这些车辆啊 往这边走的 而且这一片呢也是林区吧 特别多的树林 好累啊,快点整熟 好累啊 好累啊 快走 好累啊 哦,帅,哦 谢谢,是的 谢谢 谢谢,OK 拜拜 拜拜 舒贝斯的区域 来了我们这里 因为我们 这次是第一次 要进货进香音 但是不知道怎么进 所以说他来这里教我们 嗯 我不知道 你那个店 你看你的社区 嗯 社区是吧 七 都舒贝斯 是不是到六公里多 七公里 嗯 是啊 是啊 我发地址给你们 你们放看一下 因为这边 我觉得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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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们的乐性 谢谢你们 今天我就得到了 网友的帮助 刚刚大家看到的视频 就是网友在 手把手的教我通过视频 他在PEI开店 嗯 现在呢 他也发了很多的 这个图片给我们 就是让我去按照这个图片 去进行采购 嗯 因为从这个 送货的供应商这边去拿货的话呢 是很贵很贵的 然后呢 他也是教我去 自己去超市去买 嗯 所以这边是没有什么批发店的 所以说只能是去超市去买的 然后说有打折的时候呢 就去多买一点 只能是这样去节省 就是讲增加收入 因为你的卖价是固定的 然后你的竞价呢 只能是从竞价这一块去做文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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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